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首相当中的一些特点 人的运势 有早发富贵 有的是晚发 晚发之人在早年的时候容易起一些波折起伏 而且在富贵来到的时候 也是水到渠成 早年吃苦到晚年是非常不错的一种特点 那么如果是说 从首相来看 怎么去看呢 第一个是形态 第二是文理 第三个是吉利的符号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首相特点 手肉厚 脾紧柔滑 直爪有收福其中人 中指跟食指 有一些明显的缝隙 中指跟食指之间 中指跟食 这个无名指跟食指 也是有一些明显的缝隙 说明早年容易波折起伏 波折起伏 我们看这个第二个特点 事业线 事业线一开始的阶段比较模糊 比较模糊 行至明堂的时候就越来越深 步步高登水到其成之下 实际上这个缘组呢 也是这个早年呢 慢慢的 这个非常的艰辛 有很多这个坎坷 和磨难 到最后呢 也是事业有成 我们看这个结婚线 来看一下 结婚线有四条 这个长短不一 不利于早婚 是非常容易出现 这个波折的起伏 特别在婚姻感情当中 综合这个婚姻线 和感情线的话 是23岁到25岁之间 是容易有一些 这个情缘上的 一个犯情商 到了三十一 三十三三十六 这个感情方面 也是要多注意沟通 我们再来看一个 这个首相的特点 这个夫子眼 右手夫子眼 这个图片当中看不到 夫子眼 夫子眼是天佑人级 凡事都有一些 这个非常不错的一种 逢凶化级的一种特点 而且呢 有凤眼闻的人 一生啊 衣食无忧 福禄自来 容易出现一些 这个 豪门啊 或者是一些 贵 贵族公子啊 找上门来啊 这个双手都有夫子眼的话 在这个婚姻当中 是非常不错 左手是前半生 右手是后半生 这个一生当中 都是充满富贵之意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当中内容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 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